鼠蛇人到中年要明白,有三种你身边的人最不靠谱,善良的鼠蛇人别相信,俗话说虎豹不堪其,人心隔肚皮。 就算你再了解一个人和对方的感情在深,也无法真正猜透他内心真实的想法。 人心的捉摸不透,人心的无法猜测,无时无刻不再告诫着我们,就算是自己最亲密的身边人,也不要完全相信鼠蛇人要知道这一辈子除了自己就没有可以永远依靠的人。 尤其是鼠蛇人步入了中年和晚年,一定要明白,这世上有三种人是最不靠谱的,千万别相信。 若是信了,晚年就会凄凉悲惨。 有道是伤你最深的,永远是你最亲的人,最不要相信的,就是鼠蛇人势力的亲戚,亲人之间原本应该是相亲相爱,和谐相处的。 当某一家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尽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 但是也有一些亲戚是那种欺软怕硬,贤贫爱富的人。 他们只考虑自己,可以为了钱财六亲不认,为了利益断绝关系。 这样的亲戚是最不靠谱的,身边有这种人,一定要及时远离,保持表面关系便好。 否则,就是给自己找罪受。 还有鼠蛇人,也不要再相信啃老的儿女,更不要再无意义的单方面养育,大龄婴儿。 如今的社会,啃老的儿女大有人在,因为自己不想努力,可又想吃穿不愁,于是很多这样的人就只会吸父母的血。 本身养育孩子的一个原因就是养儿防老,可现实并不是如此。 对于那些啃老的儿女,就不要奢望他们能让自己安度晚年了。 作为父母,不能太过溺爱他们,要让儿女拥有自力更生的能力。 而对于自己来说,多留存一些钱财,才不至于让自己晚年凄惨。 最后会使鼠蛇人受伤的,就是没有担当的伴侣,两个人相识相知,是要一起过一辈子的。 双方互相理解,彼此包容,充满爱意,才应该是伴侣的最佳状态。 若是一方没有担当,没有责任感的话,那婚姻生活肯定不会幸福,整日都会充斥着争吵。 这样没有责任感的伴侣,是最不靠谱的,交给他们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尽心完成。 有这样的另一半,就会要好好审视这一段婚姻关系了。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好好的读一读,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 有禅师说过,人生有顺就有逆,未来有生就有死,这人世间的一切皆是不可避免的。 顺的,我们称之为人生之大幸,逆的,我们称之为世间之无奈。 可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人这一辈子,就跟走山路一般,这一刻会走斜坡,下一刻会走平坦路,这又有谁能知道呢? 既然不知道,那我们就只能坦然接受。 面对顺境,跟面对逆境,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面对顺境,每个人都会欣喜愉悦,觉得自己是幸运之子,可难免会沾沾自喜,这就给未来的不幸埋下隐患了。 而面对逆境,大部分人都会垂头丧气,就跟遇到了大苦一般。 其实,越是在逆境当中,越需要修养自己的心境,激发个人的潜力。 比如有些人流年不太顺,日子过得不太好,难道他们就只能唏嘘悲叹,自怨自艾吗? 未必如此。 唯有对症下药,化解矛盾,才是上策。 流年不顺,征兆明显。 身边出现了这些祸事,也许命会变得不太顺。 一,家人无故争吵,家庭矛盾增多。 所谓示弱反常必有妖。 家庭,本来前段时间还比较和谐,这几天竟然变得吵闹起来,甚至还发生了不太好的事,让人匪夷所思。 为什么家人会无故争吵呢? 要么是因为矛盾到了一个极点,就爆发了。 要么是因为家庭的磁场出现了排斥的情况,引发了家人争吵。 什么是磁场排斥呢? 直白一点的解释是,原本和谐的氛围受到了影响,让家庭处于一个混乱的过程当中,从而改变了以往和谐美满的磁场。 一家人原本和谐相处,没想到混进来了一个小人。 小人的出现,改变了家庭的磁场和氛围,那家庭不就从和谐变得争吵连天了吗? 一家人本来人心凝聚,谁知道有些人挑拨离间,那一颗老鼠屎就会坏了一锅粥,整个家就变得如同散沙一般。 小人的出现,家人的无故争吵,皆是不顺的开始。 二,遇到阻碍,运气走下坡路。 都是买同一只股票,为什么朋友赚钱了,我们亏钱了。 都是干同一个项目,为什么别人越干越顺,而我们越干越不顺呢? 哪怕是日常的走路吃饭,为什么别人都顺顺利利,而我们走路会被石头绊脚,吃饭喝水都噎着,越来越倒霉。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霉迁禅身,好运和霉运都是有一个周期的。 好运到了极致,就会走霉运,霉运到了极致,就会变成好运。 这就是吕蒙正在《破窑覆》中写到的《世事翻来覆去》,需当周而复始。 命运不太顺的时候,连喝水都塞牙缝,就别说赚钱了。 运气走下坡路的时候,也许连走路都遇到问题,就别说做项目了。 生活,终究是公平的,会给人一些好运,也会给人一些没运,以此来锻炼人之心性。 三,跟身边人反目,所欲皆小人。 运气好,每走一步都有贵人相伴,运气不好,每走一步都遇到小人。 比如三国时期的刘备,三十来岁的时候,就拥有了一个周线,谁知道遇到了小人吕布,被纠占雀巢,不仅大本营没了,就连兄弟三人都成为了刘寇。 三,四十岁的时候,刘备接连遇到小人,没啥大的成就,比较惨。 可是,到了四十七岁,刘备遇到了诸葛亮,运气好了起来,事业更是富耀直上,最后开创了蜀汉基业。 小人和君子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命运根据我们的人生轨迹派不同的人来到我们的身边。 命中注定要走下坡路的时候,命运会派小人来到我们的身边。 命中注定要走上坡路的时候,命运会派君子来到我们的身边。 所谓缘起缘落,缘聚缘散,一切皆是天意就是这个道理。 是否遇到贵人,一切都要听老天的安排。 四,跟机遇擦肩而过,英雄无用武之地。 人们常说,练就一身本事,就是为了把握机遇。 可是,如果机遇消失了,或者我们根本无法把握机遇,那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只说明了一点,这个机遇跟我们没有缘分。 要知道,如果这个机遇跟我们有缘分,那不管我们有没有能力,都能轻易抓住机遇。 就跟唐朝的郭子夷一样,早年的时候没遇到什么机会,只能靠年子升迁。 后期到了六十岁,他才遇到安史之乱,如此才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试想,按照古人短寿的情况,如果郭子夷五十来岁就走了,那他又如何能够施展才华呢? 郭子夷活得如此长寿,也抓住了机遇,就是因为命中注定他要走上坡路。 这是他所无法决定的,他只能按照命运的轨迹来行事。 有道是时来天地皆同利,运取英雄不自由。 跟某些机遇擦肩而过,并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老天的安排。 好了,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那么分享就到这里,天道酬勤,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福气满满,财气满满,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